三個月前我賣97萬 現在150萬 我媽的是白癡 我真的是智障 一年前130 現在大概420左右 8個月前170 硬生生漲到400 破400了 400出頭 唉 為什麼勞力是幾個月之間 會瘋狂的上漲 這幾個月漲特別兇 可是其實這一波漲價 大概是在疫情那個時候 因為疫情加劇通貨膨脹 很多人會說 你買收錶可以抗通膨 所以才會這麼多人喜歡風靡買錶 疫情它導致 勞力士的原廠減量蠻嚴重 沒有辦法像之前的生產線大量生產 市場上一表難求的時候 手錶就是會漲價 大家沒有辦法出國旅遊 本來花在旅遊上的開支 我想就拿來買自己喜歡的東西 還有一個就是勞力士 它每年都會固定的 官方都會調漲大概5到10% 勞力士它一年 它會有機會發布一次到兩次的新款 只要是新款發布之前 手錶也都會漲價 漲價的部分可能是會持續 或者是會動漲 但是會不會回跌機率是比較低的 8個月之前 白熊貓到快100的時候 大家都說它會瘋 結果現在呢 150幾 沒錯 我的媽我又把白熊貓賣掉 有個粉絲來跟我買啊 我賣97萬 3個月前 現在150萬 我媽的是白癡 我真的是智障 我是豬嗎 我們請Jenny幫我們介紹幾個熱門系列 它的最近的展示 勞力士熱門系列就是水鬼啊 兩滴時間GMT 還是天行哲跟Daytona 長最兇的 首先當然是大家最耳熟能詳的Daytona 那次等就是GMT 藍黑圈啊 白色圈這個系列 再來才是水鬼系列 或者是天行哲 但是這些熱門款都還是非常保值 我的第一集入門勞力士 到我的夢幻勞力士 電堂級勞力士 你只要有買到 你通通都是賺 小福那一隻賺多少錢 MK2行情現在大概是55萬左右 那時候差不多是10 然後兩顆均一賣38 38 好那我們當它second hand的50好不好 對 半年賺13萬 以前大遊艇這個系列 我告訴你 它是萬年不漲寬 結果你說連這個都有漲 對 對 所有都漲 無鏽鋼現在也要70 半斤的要90多 鋼錶其實比較沒有漲幅那麼多 但是所有的金錶都漲 以前勞力士金不如家 沒錯 可是現在是 鋼不如鸡 對 反過來了 沒錯 反過來了 小福等一下換錶了 我告訴你一個道理 你已經賺10幾萬了 你現在就看到一隻貴金屬 你就把它夾下去 你就再貼50幾萬 上一隻貴金屬 到時候你那隻貴金屬長更多 全金的貼水目前 全金黑水鬼可能要貼100 哈哈哈 12新款的全金黑水鬼 目前行情大概140出頭左右 所以你只要再貼大概100萬 哪一次不買 超派 超派 剛剛前一代不一樣就是 表鏡加了105 然後這隻是有三天動力儲存 很帥 你要不要帶上去 來來來 小福你帶上去 來我們給那個 來 試戴一下 來 哇 這很扯遲 欸 對 口閒體正直 謝謝老闆 對啊 剛剛好等你 連表姐都不用挑 這是在等你帶他回家 好快 你看這個 手伸出來 趴數就不一樣 你看這是要怎麼 金表兄弟 真的 我等一下要去借高利帶 哈哈哈 高利帶我也有認識的 需要幫你介紹嗎 那我們請Jenny幫我們介紹一下 最近勞力是長得最誇張的前景 好先從沒那麼厲害長幅的開始好了 綠麵綠圈綠水軌 2020的9月停產之後 出了新款的星巴克綠水軌 綠圈綠麵停產之後 大家會覺得這個綠水軌才是真正的 勞力是它的精髓在裡面 因為整個綠色是勞力是代表色 疫情前的售價是45萬左右 現在行情大概有90 我好懷念綠水軌只要20幾萬那個成本 那時候綠水軌20幾萬還要拜託人家買 現在你拿90萬還買不到 這種就是停產之後的效應 去干擾它的價格的漲幅 那再來就是三大天王 余文樂、古田樂跟梁家輝 三支的漲幅是差不多的 梁家輝在去年的價格 大概是106左右 現在全新2021、2022的話 大概是要170幾了 漲幅有將近100%有90幾% 我還記得8個月前 那邊120幾 對 古田樂在一年多前大概是112 余文樂大概116左右 現在的古田樂大概200出頭 余文樂也是200出頭 這兩支差不多都是有將近翻倍 都是有100%的漲幅了 所以最近很常聽到一句話 原來存錢存到90% 現在是我們 真的 好我們再來介紹的就是 這一盤裡面我自己覺得非常厲害的潛力 什麼功能都沒有也沒 連日期都沒有 美麗的Tiffany藍 OP OP就是勞力士最入門最入門 只有時間 這是去年的新款 勞力士也是推出了5個顏色 Tiffany藍是最夯 再加上去年12月 百達菲力5711 跟Tiffany做的一個紀念款 Tiffany藍麵 拍賣出的天價1.51台幣 那一支百達菲力的Tiffany藍 帶動了整個手錶品牌的Tiffany藍麵 都有影響到它的身價 所以這支OP從去年大概40出頭 現在大概100出頭 這個表勞力士的定價就20萬左右而已 沒錯 你相信它溢價快5倍嗎 它100多萬 5倍 所以這支比較特別 它是因為加上了時事的炒作 去影響它的身價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 也是因為停產源因素 而導致它身價翻漲的貝殼面 Daytona它系列當中一定會有一個是特殊面盤的 所以這支停產之後才會有隕石面 這支在停產之前一年多前的售價是70出頭 8個月前是90 890萬 那時候已經漲起來 因為它已經宣告停產 890萬現在多少 現在大概140 媽的8個月耶 真的還假的 真的 8個月那時候你櫃台放好多隻 他們有跟我講說已經停產了 超哥你要不要買一隻 他才40幾萬耶 80幾萬我怎麼會買得到 不然買得到這樣 現在14萬 不要來開玩笑 沒事沒事 因為貝殼面勞力士已經宣布不出了 對 所以就這樣 對沒錯 再來就是大家最想了解的黑白熊貓 現在到底多少錢了呢 這兩個的漲幅基本上也都差不多 在一年前的話 白熊貓大概是80 黑熊貓大概70 今天的價格 白熊貓如果是2022當月全新品的保卡 應該也是會來到140 黑熊貓也是大概來到120 130左右 這當初我有一對 我就想說 啊不然黑白雙煞 不是黑白雙煞 黑白雙熊 我跟我老婆帶一隻 然後就沒有養好 因為他不喜歡帶錶 所以我買給他的錶 他幾乎都不帶 這隻賣了 這隻也賣了 兩隻都 早就賣了 都飛了 都帶不到啊 等一下我可以跟你黑白雙煞 黑白雙煞 接下來就要講綠青題 一年前的行情130 現在大概420左右 對 我們講8個月前 8個月前170 3個月前200多 現在總共 400 這麼 就這8個月的時間而已 從170 硬生生長到400多 破400了 對 為什麼這隻長得比他們更厲害 有很多原因啦 就是剛剛提到缺貨 然後這隻太熱門了 很多人就是買Daytona 想要買到頂的話 一定就是首選就是綠金底 或者是等一下會介紹的冰藍 不管是冰藍還是綠金底 這些有貴金屬 或者是有寶石的 因為現在歐洲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缺的是金工師傅 他們沒有人手就是會缺貨 缺貨的時候手錶就會長特別兇 曾經滄海難為水 覆水難收就是這個意思 大家都喜歡他 一表難求的時候 他自然就水長船高 你只要買在當下正確的行情 那我覺得你的人生 會更有價值 我們再介紹一個就是冰藍的系列 因為冰藍也是比較稀有的錶款 他這隻在一年前的價格 大概是220 250 今天這隻沒有賺的冰藍 大概是要500左右 長了一輩子多 那有賺了沒有 去年的時候 對 差不多280 現在應該是要接近700 因為他們會價差將近100左右 對 幾十萬 價差幾十萬 對 小夫 明年我們又再八個月後 我們又再做一集 你他媽今天又後悔 沒有把那個黑水鬼 全金黑水鬼帶走 全金黑水鬼帶走 你八個月之後我們再回來 全金黑水鬼你看看是多少錢 真的 你應該會想掐死自己 就像我一樣 哈哈哈哈 剛剛講的是樹的冰藍 這隻是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原箱款 VVIP特製款 因為它是全鑽的 對 勞力士它的箱鑽 都會挑特別特別漂亮的鑽石 每一個寶石的亮度都是差不多的 因為你 這款現在要多少錢 要950左右了 950蠻可以的 蠻便宜的 全世界大概不會超過五六十隻 台灣目前我只看過這一隻 這個好像可以 對啊 我認為它很特別 但是配色我認為沒有 確實 這個套色比較好看 對 這套色比較好看 哈哈哈哈 看起來比較有錢 對 看起來有錢 老闆這一隻特價多少錢 500比較 明天拿500還給你 沒問題 499 這還假的啦 499的話 我明天你就看看 它在我手上 開玩笑的 不要為男朋友 因為這個肯定不止 它就是非常非常稀有 派一級 950萬 乾淨老師 啊這個咧 撒路現在多少錢 這次的撒路 它也是屬於原鄉賺 一年前大概是 300 5上下 現在全新的話 大概要600 660 我覺得這個節目心臟能力 到最後都覺得 嗯 長300多好像 對沒什麼 到最後連我自己價值觀 都有點錯亂 你知道嗎 聽完950萬的以後 就會覺得這個很便宜 有 哦推薦的 我還是會覺得 Datona 因為Datona一直不便的 就是它夠熱門 它也一直以來 都是在掌勢當中 比較前幾名的 考慮新入手的錶款的話 其實Datona是不會有錯的啦 表徑適中啦 大遊艇為什麼這麼多年 沒什麼長 44 所以它的表徑相對大 這個要看人稱 40 41 永遠是大家不便 喜歡的款式 而且它三眼的造型 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 確實 大家都覺得它好看 那它會不會漲價 如果它貨又不夠的時候 沒錯 自然就漲價嘛 買錶這件事情 本身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你喜歡它 它就是無價的 不要被外界的價格去定義 你對手錶的喜愛